很多浪漫优雅的长裙超多款式总有一款是你的菜 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邱淑珍一直以来都被大众熟知 作为老一代香港女神级别的演员 也是收获了很多粉丝的喜爱 而在赌神中出现了片段 因为其妩媚又美艳的颜值和演技 让很多人都神魂颠倒 其中更是有一张邱淑珍叼着扑克牌的照片 之后成为了邱淑珍标志性的照片 照片中他叼着一张扑克牌 但是扑克牌却看起来和他的脸差不多大小 可见邱淑珍的脸是多么的小 而虽然邱淑珍的身高并不算是很高 只有160 但是身材比例却是让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羡慕 而邱淑珍作为周星驰的搭档出道之后 立马大红大紫 但是随后就传出消息 邱淑珍和香港服装富商 沈家伟结婚 而且还是闪婚 并且邱淑珍随后就宣布退出娱乐圈 之后和沈家伟共同养育了三个孩子 专心投身于家庭方面 3月23日 邱淑珍和沈家伟的19岁女儿 曝光了一组在巴黎时装周上拍的照片 可以看得出来 邱淑珍的女儿 很好地继承了妈妈的美貌基因 脸蛋也是非常的小巧可爱 而且身材比例也是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苗条 而邱淑珍的女儿沈月 之前就曾经曝光过和妈妈的合照 照片上两个人真的是像双胞胎姐妹一样 沈月不管是神态还是颜值 都像极了当年的邱淑珍 而当时就有很多人觉得 沈月长大之后 肯定也是像妈妈一样的美人 不知道会不会考虑进入娱乐圈发展 而沈月作为邱淑珍和富商沈家伟的大女儿 非常被沈家伟看中 之前还有媒体爆料说 沈家伟有把自己的遗产继承 给沈月的一下 而沈月现在也算是香港的半个名人 虽然现在还在上学 但是粉丝已经非常多了 更有数不胜数的追求者 而沈月之前 还在沈家伟的服装发布会上 进行展示 还特意挑了一个当年 邱淑珍曾经留过的发型 当时也是让很多人 都对其颜值感到非常惊叹 不愧是女神的女儿 基因方面真的是 要比普通人好太多了 年纪轻轻 就已经算是一个 国色天香的大美女了 但是据邱淑珍 此前面对媒体的采访 表示自己的女儿沈月 并没有涉足娱乐圈的一下 这让很多人 都感到非常失望 毕竟继承了 邱淑珍很多方面颜值的沈月 还是受到 很多人的喜爱的 也有人希望她 能够弥补当年邱淑珍 早早退出娱乐圈的遗憾 但是沈月 估计对于娱乐圈 并没有兴趣 而且娱乐圈的水 实在是太深了 作为一个负伤的女儿 为什么 要去受那么多苦呢 娱乐圈 可能不适合沈月 但是时尚圈小编 倒是觉得沈月 可以试一试 毕竟有爸爸沈家伟 作为香港服装产业的 大佬的支持 肯定有 非常不错的资源 而且虽然说 沈月的身高 并不算高 但是身材 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比起进入娱乐圈 之后的风风雨雨 还是继承爸爸的产业 比较好 对此 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 和我们留言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